调查专员Paul Berlinger对今天到场的民众表示 他的团队希望听取民众在事故发生后的感受 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 但他强调此举并不是为了指责任何一方 而是为了了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地新民主党议员Michael Memphis提出 期待解决的问题是事故是否能够避免 埃利奥特胡适市民需要等待一年 才会知道事故的调查结果 调查小组在过去的几天 主要对小镇总体情况进行了解 并在昨天前往发生事故的Alga Center Mall 调查专员表示 民众对调查程序还不太了解 鼓励市民多与调查小组进行沟通 事故对小镇经济造成重创 至今只有少部分受影响的业主 另则地点重新开业 目前小镇正在着手加速新建一座商场 初步预计明年年底之前完工